反贪会首席专员丹斯里·阿战巴基的任期再延长一年 国家首席秘书丹斯里·穆罕默祖基表示 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已经同意 进时任命阿战巴基掌管反贪会 任期一年5月12号起生效 这是阿战巴基第二次获得延长任期 61岁的阿战巴基是在2020年3月9号 西蒙政府倒台之后接替提出辞职的拉蒂法 担任反贪会伊哥 阿战巴基曾经在夜马公司案件调查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外在他任职期间 反贪会也曾经对行动党主席林冠英 联名盟前主席塞沙迪和土团党多名领袖展开调查 他在委期间爆出的最大争议是 涉嫌违规超额持股 不过阿战巴基声称 这些股票不属于他本人 而是弟弟用他的交易户头购买股票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观看